好 豆腐丸的 好 这个是桃肉组合 猪蹄 里面啥 东云 哈喽 大家好 我小伴 我们现在在三府街和珠江路的交口 前面六顺街有一个砂锅 我们今天要去吃砂锅 哪有哪有啊 相反这一块 我们虽然说不长 不常来 哎呀 吓我一跳 差点滑倒 但是呢 我们每年也会来 因为那边有一个祖研 就是祖国医药研究所 那边还有个省医院 我们经常到祖研那边给父母看病抓药什么的 也会定期会来一趟的啊 如果专门为了吃饭的话 今天是第一次 哎呦 我今天要摔死 这谁的小车可以停的有长时间了 你瞅瞅 还我爱你 我爱谁也不显着名 走吧 哎呀 好冷啊 这个南杠老沙过去 好 老板 你好 哎 一会儿呢 一会儿呢 哪个好吃啊 有摔破 豆腐丸子是吧 那里的特色之一 好 我要一个豆腐丸子 你要哪个来瞅瞅 不扫帅啊 不扫帅不扫帅 那东西弄吧 算辣的能行是吧 行 行 然后这个这个是干嘛点的 那个 那是熟丸点的 哦 它有分肥瘦的吗 你想要肥瘦啥 要肥瘦的 行 熟食有肘子 猪耳朵 猪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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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啥锅老板呀 啥锅腾肉 还有啥 油饼 米饭 我的是米饭 你哪不要油饼呢 我去旁边 大爷 这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店吗 对 没雇人是吧 没有 这小店在雇人 尝啥了 尤其这疫情 光光开开的 这桥上啥都有 这一堆 大爷 这红包来的 这是番茄汁还是啥呀 这是山楂的 这种上回在长春喝的那个山楂的 不 上回喝的是大横果茶 是吧 这是红包来的 我没喝过 马上就走客 你拿后面去 这桥肉吧 你再要一点吧 这饼太小了 那我够了 这可以味道 好甜 豆腐丸子 好 豆腐丸子 好 豆腐丸子 丸子和东北大豆腐一起煮的 这个汤的味道不错 猪蹄 猪蹄 猪蹄不是现做的 是老板提前做好 又缩风袋冷藏起来 我点的时候给我现加热 软糯有滋味 这个是糖肉组合 糖肉我点的是相对瘦 带一点点肥肉 吃起来会比较香 干辣椒 用那个糖肉蘸干辣椒面 味道出奇的好吃 很多人来他家就是为了吃这一口 吃起来像麻辣鲜 肉蘸着辣椒面 绝了 你那啥 东韵工 这个我这碗多钱 那个18 你看我是冰的好 我一块油饼 没炒猪肉 你那个酸的 它是东韵工的 但是它那个酸是酸菜的 它那个里面料不用酥酥 我这就是豆腐丸子和糖 这一会儿给我拿一罐的油 对 是这个蘸的那个是吧 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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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屋不太大 人不少 我们一共花的是92块钱 它那个酸菜东韵工汤 真是刷清了我的认知 以前喝的东韵工汤 就那种泰式的 它这个是东北酸菜 里面的料还得丰富 那个18 那个贵了一点 但是那个非常的好喝 味道很足 还很开胃 拜拜下期再见 就不用洗了 撒是不太别烦 太了 就不用洗了 你的脖子 就不用洗了